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媳妇 早饭做好了没啊 啥 早饭 这太阳都快落伤了 你要吃早饭呀 早饭没有 等着吃晚饭吧你 那好吧 媳妇你在那干啥呢 看不见吗 我在逛淘宝呀 你白家老年们 天天逛淘宝 天天给我造劲 老头挣点钱容易吗 早 你装饭钱 不是给我花的呀 我倒不想给你花 你把我所有的工资 全绑在淘宝上 哎呦 惨呐 媳妇 今天我放假 我要出去 跟我朋友吃个饭 你准不准吧 吃饭 你昨天晚上 喝的五米三道的 睡到现在才起床 还吃饭去呀 媳妇 这不放假吗 放假我放飞一下自我 出去跟朋友吃个饭 咋了 还放飞自我 这词整的倒是挺新鲜的啊 就你的智商 我怕出去再给你整丢了 媳妇 不是 听你这话意思 这是我智商第一万 你现在随便出道题 咔咔我 来试试 好 你有种 请听题 你出 题是这样的 山坡上有一群羊 山坡下又来了一群羊 一共几羊呀 媳妇 我发现你这是在见他我的智商呢 这不很明显吗 两群羊啊 那我出去吃饭去啊 等一下 你回来 你回来错了 哪错了呀 还哪错了 山坡上一群羊 山坡下一群羊 他俩讲起来 不还是一群羊吗 只有你的智商 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宰着吧 我呢继续购物了 哎呦 我的命运了 小黑 咋的了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啥日子呀 不会是上班的日子吧 哼 哎媳妇你别生气啊 给我钱 我要去和我姐妹去逛商场 我要购物 我要商品 我要造 想造啊 这个可以有啊 我不管 你给我钱就行 给你钱 也可以 但是我要考考你的智商 嘿嘿嘿嘿 你答对呢 随便造 答不对老是个家逮的啊 你出呗 这道题是这样的啊 1 2 3 4 5 等于1 中间只能使用加号或者减号 然后使这个等式成立 坐吧 只能用加号和减号 1加2等于3 这3加3等于0 4 5 等于负1啊 这咋做呢 老公 你这是闷我了吧 这道题根本就不成立 怎么会呢 看好啊 我给你做 1 2 等于负1 负1加3 等于2 2加4 等于6 6-5 等于1 好吗 这怎么会不成立呢 哎呦我去 老公 你竟然套路我 别哭了啊 我出去玩会儿 今天我过生日 他竟然给忘了 还不给我准备礼物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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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嗯 嗯 哎 线脸 好漂亮呀 媳妇 你的生日 我怎么会忘呢 生日礼物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我的心里 只有你 老公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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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还没来呢 我都等了一两个小时了 这人是干啥去了呀 小夏 等着急了吧 你怎么才来了呀 路上堵车了 既然咱们都是来乡亲的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啊 你有房吗 祖传老宅 五六套呢 那你有车吗 哎呀车有 畅棚的 驢车 那你在哪上班呢 有存款吗 我在我们村最大的养猪场上班 都上十年班了 一个月 两千五的工资 你觉得能没存款吗 多少呀 三四百 这些呀都无所谓 主呀是你这个人 对我好就行了 这我就放心了 这我就放心了 那个小夏 你介意我抽烟吗 不介意 你把脚抬一下 哇 哈哈哈哈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家里有点事 我想回去了啊 哎 夏夏你等一下 难道你觉得咱俩不合适吗 没有没有 我回去了再给你答复吧 我想走了 这嘴气 哥 我回来了 哎 小黑回来了 嗯 哎 听说你去乡亲了 啥情况呀 哥 我失恋了 你是不是对人家小姑娘又抠门了 不是啊 哥 我就捡了她脚底下一根眼屁股 抽了 咋 又讲羊皮抽了 哎 哎 白胸了一天起来 不是那姑娘说啥的 她说回家给我答复 赶快给你打电话 哈喽啥呀喽 试试 哎呀 喂 夏夏呀 我是黑黑 哦 黑黑呀 怎么了 你不是回家给我答复吗 考虑怎么样了 那个 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为什么呀 你是不是嫌弃我抽烟片啊 我保证以后肯定不抽了 不是 我不是嫌弃你讲烟头 你说那个烟那么长 你都没抽干净就给扔了 你也太浪费了吧 我妈说了 让我找一个持家会过日子的男人 咱俩呀不合适 啊 啊 啊 哎呀妈呀 你这找了一个比你还扣的女人啊 足了 自己搞出去吧 白信呢 看来这扣门没扣到家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卖 卖 卖 辣 辣条 走 大哥 我老远就听着你吆喝 卖啥呢这是 不是 你 瞎啥呀 看不着吗 辣 辣条 哦 卖辣条呀 大哥 你这口条有点问题啊 是不是被开水烫过了呀 不是 你是来找事的 还是来买辣草啊 大哥 开个玩笑嘛 你这个辣条怎么卖啊 有五毛的 一块两块的 好 那给我来五个这个 来一袋这个吧 那多少钱啊 我看一下啊 一一一块 两两两两块 三三三三块钱 哦 三块呀 那个能微信支付吗 有有有有 二维嘛 必必必必有 在哪呢 哥哥哥哥哥哥 这这这这这呢 哇哦 看看看看见见没 给你扫过去了啊 哈哈 好嘞 大哥 你这是 多少年没洗脚了呀 这二维嘛 也太有味道了吧 大哥我今年有 有多少年没洗脚了 那你买个洗脚盆嘛 那洗脚盆是啥呀 当我没说 这个辣椒 我不要了 这这这感情好啊 辣椒没卖 反正就挣钱了啊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媳妇啊 我回来了 小孩 你给我动呢 用你的手 把你耳朵给我支撑起来 听着 哈哈 我说你脑子进过水 养过鱼 蹦过蛤蟆 走过驴 你说你长得像个苦瓜似的啊 穿得清凉 长得半活 遇见你之前 我的世界是黑白的 遇见你之后 全黑了 媳妇啊 我不就喝点酒吗 你是不是喝酒 脑袋关门爆炸呀啊 见酒就没命 拦都拦不住 酒装熊人党 不服老婆逛了啊 在家的时候说的好听着呢 不喝啊 不喝 一扭头 你就喝成这样了啊 喝半斤都不行 你争议了那句话呀 半斤不叫酒 一斤你扶着前走 半斤下肚 前走 你都不带走的啊 我都没见过你这样的事的 媳妇啊 别说了啊 别说啥呀 别说 一条大河 波浪快 举起酒杯 咱就刚呀啊 念愿肠胃 被拉个洞 不让感情裂条份 屁股一抬 喝了重来 连叫一丈 喝了不算 两腿一动 表示忠忠 那个什么哥们儿啊 明知你开车 偏要往自己喝 媳妇的喝酒 不是不当开车吗 开车白事啊 你可拉倒吧 明知驾车还爱劝酒啊 那绝对不是好朋友 感情好不好 不在酒上找 感情深不深 不在酒上拼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你真是路见不平 一声吼 还想喝紧张 喝两口啊 你说你 上流浪下流响 你为他们考虑过吗 你要争出了个什么事 他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不 我最后送你一句话啊 家庭事业皆成功 酒后驾车一场空 你别啥都没有的事 再来给我哭啊 媳妇你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敢喝酒了 你可千万给我记住这句话啊 给我动好了 嗯 嗯 哈哈哈哈